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打金門促臺灣獨立 打臺灣釀世界大戰 拜登具有這一重大優勢 川普沒有 布林肯這樣說了三次 前兩次中共沒反應 這次為何暴跳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3月1號 星期五 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打金門促臺灣獨立 打臺灣釀世界大戰 作者顏純鉤最近撰文 對最近中共對臺灣海域頻繁的騷擾評論指出 中共先是兩艘快艇過界 被臺灣海巡署檢查 造成翻船溺水二亡的事故 跟著中共海警船越界上臺灣旅遊船 查遊客證件 用意在恐嚇臺灣人 兩個逆亡的所謂漁民是四川人 千里迢迢乘快艇來打魚 騙鬼都不信 事後生還的兩個上央視翻供 被人認出是中共潛艇水兵 他們是來作案的 逆水而亡 只是舊遊自取 因為兩岸小衝突頻發 有人斷言中共準備攻佔金門馬祖 有人猜測中共正準備發動武裝犯臺的軍事行動 這都是想當然的推測 毫無必要的自亂陣腳 中共的侵擾動作只不過是對臺灣總統大選中兩岸政策的失敗 做出的一種心理補償 民進黨贏了總統大選 中共心理上大挫敗 作者分析 金門馬祖與大陸近在支持 雞犬相聞 中共要拿金馬 以現在的軍事力量不費吹灰之力 中共不動手 只因讓金馬留在臺灣比拿下金馬 對中共更有好處 因為打金馬的連鎖反應最終還是打臺灣 至於打臺灣的後果 早在中共評估之內 中共深知打臺灣不只適合臺灣打 一定先招來日本 韓國 再引美國出兵 戰時一深入 北約也不會坐視不理 因為北約諸國也各有利害關係在 那時中共要對付的就是全世界的民主強國 習近平儘管弱智 但這一點基本厲害 還是懂得拿捏的 除非去到打是死 不打也是死的最後關頭 習近平也不會輕易做渡海作戰的狂想 因為這樣的風險他冒不起 作者最後分析認為 中共之所以做戰爭叫囂 只是利用臺灣人的恐戰心態 中共要打金馬自然很容易 打了金馬自然促成台獨 台獨必然釀成兩岸開戰 兩岸開戰又必然釀成與美日歐決戰 所以要打金馬 先要準備打世界大戰 沒有打世界大戰的決心 就不要做打金馬的夢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中共的做法就是蠶食臺灣的管轄權 中國快艇已經進了金門12海里 臺灣還調查海巡是否有過失 不敢揭露這是非中國漁船漁民的真相 臺灣防長表示不介入 背後原因還是白宮 不希望此事升級 所以金門的領海已經高危了 拜登具有這一重大優勢 川普沒有 在即將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中 拜登與川普的對決引人注目 川普儘管人氣不減 但在資金方面 拜登顯然佔據優勢 內部消息透露 拜登已獲得超過7億美元的資金承諾 專注於擊敗川普 不包括已有的1.3億美元現金儲備 相比之下 川普面臨財務壓力 競選支出超出收入 法律費用高昂 儘管川普在民調中略領先拜登 資金優勢可能成為選戰的決定性因素 2020年選舉支出創紀錄 拜登和川普分別籌集到超10億和7.74億美金 今年 雖然拜登在資金上領先 但川普獲得共和黨提名後 情況可能改變 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能迅速籌資 拜登的籌款優勢得益於支持者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貢獻 去年共籌資2.82億美元 聯邦選舉委員會記錄顯示 拜登為競選團隊和民主黨籌集2.4億美元 資金充足被視為拜登勝選的關鍵 川普團隊強調 小額捐款者的支持顯示了民眾對川普的堅定支持 臺灣《經濟日報》報導 儘管如此 資金和民意的雙重較量將決定2024年大選的走向 布林肯這樣說了三次 前兩次中共沒反應 這次為何暴跳? 最近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的餐桌菜單論 猶如一塊石頭丟進水潭 雖然在會上只激起一圈漣漪 但中共卻反應強烈 發表不少積越的半官方言論 在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何清漣 在自由亞洲電臺撰文分析 布林肯之前已經說過兩次了 2022年1月24日 在一個論壇上 布林肯闡釋中美關係就用了這句話 當時中共理解為 在和中國的競爭中 美國需要確保在餐桌上 而不能在菜單上 2022年10月 布林肯在與美國兩位前任國務卿賴斯.馬蒂斯對話中談到 中國威脅和中美競爭時 再次使用餐桌菜單論 旨在強調美國在國際組織中保持領導力和參與度的重要性 這是內部討論美國針對中共的外交戰略定位 中共沒法就此表態 相信中共內部討論中 以美國為敵的場景肯定不少 這次布林肯是在慕安會上發表這番話 當然有現實政治考慮 因為歐盟法德兩大領頭羊從去年以來總是向中共名誦秋波 法國總理馬克龍主張歐洲要有戰略自主權 減少對美國依賴 避免成為中美對抗的附庸 最初位是2023年4月9日 他在仿中共歸途上強調 歐洲應成為獨立的第三級 並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美國Politico對他的採訪標題是 馬克龍稱 歐洲必須頂住成為美國追隨者的壓力 此言論引發中共歡喜 而美國不悅 另一方面 德國首屬兩端 面對俄烏戰爭後的經濟困境 試圖減少對中共的經濟依賴 但內部對脫鉤的態度分歧 德國政府批准的對中共國家戰略呼籲減少對中國商品依賴 同時 研究和企業界指出與中國經濟脫鉤的巨大風險 兩張餐臺都有美食 多國希望兩頭通吃 俄烏戰爭雖然還未終結 但世界格局由單級變多級已經顯化 換言之 世界上現在有兩張餐桌 一張是美國做主人 另一張是中共做主人 現階段兩張餐桌的主人也來往不斷 美國強調建立基於民主價值觀的聯盟 意圖通過價值觀外交和重組供應鏈來減少對中共的依賴 拜登政府推動的政策旨在形成與民主聯盟的緊密合作 對抗中共在全球規則制定中的影響力 相對的 中共則成為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 許多國家在中美之間的競爭中尋求不被迫選邊 特別是在亞太地區 多數國家希望在政治安全上依靠美國 而在經濟發展上依靠中共 試圖在中美競爭中保持中立 不願被迫選邊 在2023年的香格里拉對話會和阿斯鵬安全論壇上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強調 美國的盟友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 何清漣指出 期望在政治安全上依賴美國 經濟上靠中國 尋求雙邊利益 這是新加坡政府一以貫之的態度 他研判 對關係不算太鐵的亞太一眾盟友 日本除外 美國設法假以辭色 但歐盟卻是二戰以來美國重要的盟友國 當真是大半個世紀風雨同舟 因此 在歐盟對中共改用低調的去風險化策略與中共友好互動 又不斷抱怨中共對歐洲的商品傾銷 嚴重打擊歐洲的製造業之時 布林肯重提餐桌菜單論 就是針對歐盟各國在中共和美國之間的徬徨而發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天朝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他們做不到 這招看過嗎? 綜合報導 廣東村書記用60亩地 豪華別墅佔地近7亩 手段被曝 北京在聯合國糧農組織橫著走 中央政治局會今逆定政府工作報告 兩會基調就這個了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既然稍微降落臨 廣東村寺 詞我們不穿 《乾淨世界》請人數目 汗